由宋江、李道县、李振玉、李诗玲、李诗英、朴英等主演的Netflix原创影集Sweet Home可说是2020年最火红的韩剧之一 上也多次传出将制作第二季的消息 粉丝们都好奇能否集其原班人马 近日,有韩媒报道Sweet Home将在2022年制作第二季 宋江也会继续出演 对此Netflix也回应了 Photo from Netflix Sweet Home去年12月通过Netflix向全世界用户公开 该剧是改编自韩国同名人气网 内容在讲述父母双亡后成为居足的车闲秀 宋江是 有天一觉醒来发现世界已经被无数之人类变异的怪物肆虐 让原本对人生感到绝望 计划自杀的他被激起了求生育 与其他幸存的狱居民一起对抗怪物,并肩作战的故事 Photo from Netfli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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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官方并未未讲明 这样开放式的结局感觉也是为了之后有可能设第二季留后路 Photo from Netflix Photo from Netflix 其实在今年10月就有韩媒JTBC News 独家道称多位电视剧相关人士透露Sweet Home第二季的目标 Photo from Netflix 据多名电视台相关人士24日录 Netflix原创剧Sweet Home的第二季将于2022年制作 而第一季的主公演员宋江也将出演第二季 不过之后有别家体向Netflix方求证 Netflix依旧没有松口 仍回应尚未确定 而江所属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我们正在讨论是否演 目前还没有确定 更多Sweet Home相关报道 立刻来follow我们 Instagram的KDaily